先府为欢庆护师节,特别在于池乡经典范特奇宝 举办106年度庆祝护师节及优良及资深护理人员表扬活动 副医生长陈振生到场颁奖表扬,感谢护理人员的辛劳 他也期许白衣天使继续充实专业知识 让卫生服务更周全,照顾好献民的健康 优良及资深护理人员表扬活动 在翠印木管五重奏优美的月升中开始欢庆佳节 随后副县长陈振生颁奖表扬护理人员 感谢护理人员的辛劳 曾副县长同时也勉励第一线服务人员 在辛苦脸上也要保持笑容 让民众感受到温暖 另外卫生局业务在每位护理人员努力耕耘下旅获夹击 我们在第一线的护理人员其实相当的辛苦 不过卫生局在黄局长的领导之下 也把过向的第一线的医疗服务 希望做到更到位 所以我们除了勉励他们都带一些笑容 提高服务态度以及服务精神 来弥补相关的不足 另外在机构的认定方面 我们十三乡镇市公所目前都已经完成认证 新一乡公所在今年也特别获得了 高零友善城市的一个议题的讨论 让中央和定委前果第一 这些总统绩效当然我们是只是一个 在未证业务方面的一环 不过我们还是希望在社区里面 能提供更高更好更有品质的服务 也让我们县民在非常友善的环境里面 大家都能快快乐乐平平安安 去年退休的刘秀娟担任护理工作23年 他长期主动协助原乡 弱势家庭 却慕健保不起服务的防疫药物物资 此次接受优良护理人员表扬肯定 他感到既荣幸又开心 从事护理工作 不管是临床上或是公共卫生方面 我都希望用我们最专业的知识 把它做得最完美 很荣幸有这个机会 我也谢谢说局长还有主办单位 我只是就是运用我认识的资源 然后去寻求买一些药品 或是说一些让他们就是在用得到 他们家庭或是个案用得到 让他们放心的治疗这样子 然后让他们尽快的 很放心的健康起来这样 县福本次共表扬17位护理人员 其中优良护理人员一名 保健业务考核前三名 卫生所护理长三名 以及自身护理人员13名 贵后陈副县长也赠送与会人员康乃馨 祝福大家护师节以及母亲节快乐 并派照一直留念 祝福大家护手 队陈剧